極端天氣之下的危機最前線 觀眾朋友 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昨天才跟您說 2024湖南的一泡洪水剛剛形成 洞庭湖水濱淋城下 可是今天 你再看到的是 端午節剛剛過的蜜羅江水 出現了70年來的最高水位 它淹過了兩層樓高 更高 已經漫過了堤防 淹進了平江縣 整個縣城告急 甚至發出了 告父老鄉親書 現在來講的話 湖南真的是陷入了一個空前的困境 現在來說的話 尤其在平江地方 暴雨 洪水 塵災 到處都是求救的聲音 尤其是蜜羅江 我們先大家科普一下 蜜羅江這空拍畫面 你看過去 真的是把一樓已經淹完了 你現在看到的屋頂 很多都是二樓的屋頂 那這些東西都是搬出來的 就是直接放在路上 沒有地方可以逃了 蜜羅江其實是兩條江水 蜜水跟羅水 湖南會流之後才叫蜜羅江 所以當上面一直下雨 然後兩個會流之後 你就知道說 這整個淹出去 是不是有多可怕 現在來說的話 到處都是網路上面 大家都是求救的一個聲音 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地方 水已經沒有一樓了 都不是看這畫面 這都是二三樓 大家都跑去屋頂上面求救 甚至有些地方是缺糧缺水 甚至還有這個小朋友的幼兒園 都告訴大家 怎麼辦 現在該怎麼辦 因為有些村莊 還曾經一度發生斷連 所以很多狀況就是說 如果慢慢的資訊出來的話 恐怕在湖南平江這個地方 還有更多的災情會傳出 災情的最高點會是 洪水的洪風過境的時候 現在可怕的是 這個最嚴重的時刻還沒來耶 對 現在恐怕後面還有更可怕的時候 好 秘羅江現在來講 平江站這個地方出現了 1954年來最高水位 什麼叫做1954年來的最高水位 就是有氣象紀錄以來的最高水位 所以如果你要氣象紀錄來算的話 那可能就是歷史以來的最高水位 現在來說的話 它超過警戒線多少呢 7.15米 什麼叫7.15米 就是這個狀況 你看這個水出來之後 所有的車子都已經被滅頂了 7.15米代表說 這是兩層樓的高度 一層樓三公尺 所以7.15米離開了兩層樓 然後你在平江站這個地方 你該怎麼樣去逃呢 你沒有地方可以逃 因為你的一二樓都沒了 所以你就只能往上去走 可是你往上去走的話 現在講的後面還說是 洪風還未過 所以你現在還持續下雨 洪風還等著來 所以你這個7.15 恐怕還要繼續往上疊加 所以一樓沒了 二樓沒了 你恐怕接下來是 連三樓都會被淹過去了 這個是猶如戰場一般 為什麼我這麼講 平江縣城淹慘了 最慘還沒來 縣政府居然發出了 GO 父老鄉親同胞書 這個是只有在打仗 你才會看到的 對現在來講的話 對抗洪風就是打仗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這個 連媒體都來不及跑啊 這個是他們當地的一個地方 地方的媒體中心 他的一樓已經被淹掉了 所以你看大家 先把貴重的物品 一些攝影機 先全部扛在上面 然後呢 這個東西用什麼呢 當地縣政府用 衝鋒舟 什麼叫衝鋒舟 其實就是橡皮錦啊 後面加了一個馬達 趕快過去救這些媒體記者 然後最難過的是 他上面直接告訴大家 Hashtag是什麼 本台報導 本台被淹啊 就是自己就已經被淹了 所以用衝鋒舟 把他們趕快給接走 因為後面恐怕還有更多更多的災情會傳出來 導播我們繼續看畫面 這樣的畫面 持續的進行 我們為什麼說最慘的還沒來 因為 第一個 紅風還沒過境 第二 上游的水庫 拼命的放水 到底是能淹到多慘啊 現在來看 平江為什麼這麼慘 因為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是一個匯流的地方 密羅江匯流的地方 然後在平江 在這個地方呢 當這個 這個河水 整個溢流之後呢 它是用灌的 但過去來講 你會聽過海水倒灌 你有沒有聽過 河水倒灌 當你的這個 直接跨出來之後呢 你就等於 打開了一個天然的缺口 這天然缺口告訴你 就像什麼 就像水龍頭開了 你停不了 它就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 所以呢 這個東西 你一二三喔 恐怕都被淹過去 另外來說的話 水庫 為什麼告訴大家說 水庫沒辦法 一定要緊急洩洪 因為你再不洩洪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在這個水庫來講的話 會潰堤啊 所以就告訴你說 不能等了 我也知道你下游已經淹水了 我也知道你已經淹到二樓高了 但是我不放出去的話 水庫會潰堤 所以我就只好開了 那開了之後的話 你變成雨繼續下 你原本的洪水都還沒有退去之後 你又巴上水庫的洩洪 那根本就跑不掉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這些會帶來土石流 你過去如果是淹水的話 那我就是爬到屋裡上等救援嘛 可是土石流會帶什麼狀況 它會帶著泥沙 帶著土石 帶著大的一些岩石 那你下來之後呢 不是淹水而已喔 你就像是什麼樣 像是洪災 黃蟲過去 你會見了 你打下去之後 你的房子就會倒塌 倒塌之後 你這些磚塊瓦力 又會變成下一個攻擊的武器 你又繼續往下走的時候 你這些磚塊瓦力 又會去打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呢你從上游 中游下游 其實一路打下來之後呢 真的是凡經過 都會造成災情 好水庫在泄洪 下面水排不掉 水越漲越高 漲到連這一座橋 都不見了 對這個地方是湖南的九龍灣吊橋 你想想看這個九龍灣吊橋 照道理說 你下面應該是一個很高很高的一個空間嘛 可是呢全部都溢起來了 溢起來之後呢 連這九龍灣吊橋 這個橋面都被他給沖走 被沖走之後 再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說 這個水到底有多高有多恐怕 當第一段你拉到之後啊 你在壓力把它拉下來之後呢 你就一段一段 這個九龍灣吊橋 一下子就被給淹沒了 還有這個省道 你想想看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有20米的長 全部都被掏空 你的柏油路會掉 就是因為你地基 地基被掏空之後呢 你上面的這個柏油 你抓不到力 咬不到東西之後 就直接衝下來 所以代表說呢 你現在不是你看到的這麼可怕而已 你恐怕很多的直批 很多的水浪 都已經飽和了 你只要再多下一滴雨 全部都會崩掉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場景 山洪暴雨熱浪 我們看到 進入了地域模式的歐洲 特別是三個國家 一個一個我們帶您來看 這景象這災難 不能再更嚴重了 這個畫面看下去 大家你還想像 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地方是阿爾卑斯山的一個山脈 阿爾卑斯山過去來講 就是明信片的風景 你到了任何的一個地方 你只要租一個房子 然後呢每天去健行 你拍照的都是明信片 都是很漂亮的風景 你現在來講的話 全部都是洪水爆發 這個地方包括義大利 包括瑞士 包括盧森堡 整個都是被洪水跟大雨給淹沒 所以呢 你現在來看的話 根本沒有地方是幸免的 在過去來講 他們沒有遇過 這樣這麼大的一個水量的衝擊 所以呢流過來之後呢 很多東西直接都被衝走了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以前沒有這麼大的一個 大量的水股 水也會帶過來 好 意大利西北部的高山山谷 也是這種狀況 山洪爆發 然後呢 這個來講的話 很可怕 你在過去你沒有想到說 哎呦 怎麼直接你的小溪變成大河流啊 甚至呢把這些車輛直接一個一個給捲下去 捲下去的話 它旁邊的潰堤了之後呢 你就會衝到上面的這個莊園 其實這一段畫面你看喔 遠一點的岸邊 一樣是歲月靜好 你根本看不出有多兇猛 可是就那個小小矮矮的圍欄 圍欄的對面是天堂 圍欄靠近我們這邊 是兇險的地獄 對 過去來講的話 大家都只看到更遠的地方 大家只知道說這個地方就是人間仙境 可是呢 當你這些土地的涵養 沒有辦法來吃下這些洪水之後呢 就變成地獄景象 那這個除了義大利之外的話 在瑞士 也一樣在這個狀況啊 一樣 這個也是義大利 這個就是原本是一個小溪 這個小溪 因為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上流來之後 太多太多的水 就整個炸開 炸開之後 下面就變成什麼 萬馬奔騰 在這個義大利這一個地方 你現在來說的話 你已經很難想像以前完美的景象 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這些很多都是很古老的一個建築 這些古老建築撐得住嗎 撐不住之後 洪水過去之後呢 這些房子 我很重新這個白房子耶 對 這很可怕 如果你慢慢掏空的話 可能就被沖走 那除了這些洪水之外 義大利又下了一個冰雹 那冰雹都是這樣子 像手的拳頭一樣大小 一路砸一路砸 在這種極端氣候之下 你對流太旺盛 等到洪水走了之後呢 就變成冰雹 冰雹完之後呢 又會繼續下洪水 所以它變成說 它是一個 一個複合式的一個災難 非常的可怕 好 那除了這些地方 法國也是 法國來看這個畫面 暴雨 然後呢 打雷 你的樹木直接就被打斷了 那這個畫面看得出去 你還能想像喔 這個是 這個是好萊塢的特效嗎 因為它也是強對流 所以就變成 雷片一直打 打中頂燒之後 砰 一瞬間 你都覺得說 這好像是分子料理一樣 直接就把它 吹狗狗啊 這個非常遠的距離 另一個數很高耶 打得跟粉塵一樣啊 對 這好像就是一個神法 好像雷神 所有打下去之後呢 你一個人 只要是被鎖定了 全部都逃不掉 這個夏天天氣 到底可以極端到什麼程度 不是才說 越來越熱嗎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都快七月了 四川居然下起大雪 一秒回冬天 在另外一頭呢 熱浪照頂 我們去美國看看 美國熱到什麼程度 最耐熱 最耐旱的駱駝 居然 倒在路邊了 對 這兩天來講 台北可以說是熱爆了 可是呢 在這個炎炎夏日 在六月 大家有沒有聽過六月雪 現在中國大陸來面 竟然真的是下雪 下冰雹了 我們去看北京 北京這個地方呢 你先看這個畫面 你會覺得說 這個雨怎麼這麼大 你看打到地上的那個水 都等著漸起來 結果呢他們去看說 不是耶 這個是什麼 大塊大塊的冰雹 有些車子都被打出洞來了 然後想說 你六月在給我下冰雹 而且冰雹要下多久 要下多大的量 可以堆成這麼厚 對 他就是連續下了幾天幾夜之後呢 激了一尺的一個深度 所以呢 你現在要出行 你要出門 他先開始挖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不是你挖完就算了 你挖完之後呢 天上又繼續下雨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個 像不像是北京的冰川 他說這個東西的話 你車子根本不能出門 不是你裝雪鏈就可以了 這個是在北京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在哪邊呢 四川 六月竟然下起了六月雪 而且呢 它這個雪是來得非常的突然 凌晨三點突然下起了暴雪 然後呢 拍影片的人 他自己先拍了自己穿的短褲 為什麼穿短褲 穿短鞋 代表他沒有料到這裡會下雪 六月我出門 當然是穿著短褲 穿著球鞋 這麼熱 結果呢開著開著 竟然就開始暴雪 然後呢他就說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他衣著貪飽啊 只打哆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想到就這樣子 下起大雪嵐 而且一整排的車都不能動 為什麼 大家都沒有上雪鏈 大家都不知道說 突然之間就開始下暴雪 這就是紮紮實實 你看到的極端天氣 去美國看看 美國已經到了死神來敲門的地步了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好 猶他州的這個拱門公園 你先看一下它之前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一個像是一個像是峽谷的一個地形 為什麼會有人在這邊 這是之前 之前看起來是非常的乾 非常的漂亮 然後一個峽谷的地形 結果呢大家去践行去hiking 結果突然之間 沒有遇過啊 你洪水出來啊 有一個人耶 這個人是怎樣 這個人就是呢 他們是践行去hiking 然後上去之後啊 下不來 突然遇到暴雨洪水 然後怎麼辦呢 那你只好做垂吊 所以你用繩索把它垂吊 一個一個掉下來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紫神找上門了耶 所以你過去你看到他之前的那個影片 乾到不能再乾的一個美麗的所在 哪來一下子這麼多水耶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就是極端氣候 現在極端氣候的話會造成很多地形 地物還有地貌的改變 在這地方它是一個足球場 這個畫面非常的驚悚啊 我往外看一下 你看到這足球場 像是在中間挖了一個洞 這上面原本有個桿子了 好一個照明燈 整個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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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照下來 然後這個洞大家想說奇怪 你是哪裡來的天坑 而且這個下面不是原本 你在下面原本不是應該都是有夯實的土長嗎 到底是怎麼樣又不見了 他們說這東西也可能是極端氣候 然後造成一個地沉的成影 你在外面你看不到 你原來就是都是平的對不對 你下面因為一個地沉成影之後 沒有掉了 不見之後就突然消失了 幸好這個時候呢 在發生這個情況的時候 沒有人在打球 如果在打球不嚇死 就是這樣 الن하게就敖氣了 这真的是很吓人 有够毛的 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是 你说水很大 天气很剧烈 没有关系 如果很热 骆驼最耐热 最耐旱 骆驼也投降了 你看一下这个骆驼 你看哦 在过去来讲 大家都觉得骆驼 在这种炎热的天气 在这个沙漠里面 就是只能靠它嘛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骆驼 其实我看到他眼镜的时候 非常的不舍啊 他就是走着走着 他那时候也没有背东西 他就走着走着 然后双膝 双膝一跪 他的眼神就告诉大家 算了啦 不走了 真的是没办法了 因为你前面还不知道 哪个地方 有遮阳的地方 然后走着就跪下来 幸好有人赶快去拿水去喂它 可是你看他的眼神 就像俊强哥讲的 真的很厌世 这种天气 连骆驼都走不下去了 今天改当羊好了 不要叫我骆驼 好我们给大家看到 极端就是干就干 那个要死 刚看到连骆驼都动不掉 再来看到 那么大的雨 造成这么大的洪水 连火车都翻车了 对这是在哪里 在俄罗斯的空密共和国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没有注意到说 其实水一直跑 一直跑 把这个铁轨下面的这个土 给拉空了之后 最后掏空了 掏空之后 竟然就直接脱轨 你脱轨之后 不是说你这一节脱轨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节扣一节的 所以呢 当你有一个部分被掏空 你的地基不见之后 你的铁轨是歪了 砰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 造成两人的一个死亡 甚至现在在这个时候 还有俄罗斯的民众说 他回到家 因为外面在暴雨 他回到家终于没事了 结果打开门看到什么 哇 这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他家的楼梯间 对 他在楼梯间 他说打开之后 我知道你是要回家 他当天一片拍影片说 那我现在到底是要出去 还是回家 因为感觉到家里面 淋得比外面还要大 这就是俄罗斯的一个暴雨 好 我们讲到俄罗斯 还没有水更深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要不讲你看得出 这个是公车吗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说 很多的民众 我觉得战斗民族 在战斗民族 一开始他们不以为意 还一直一直发文说 睡眠派对 叫大家来睡眠派对 结果过两个小时之后 发文的标记要改掉了 救命 救命 我已经来到地狱了 对 叫大家来救 因为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 因为公车底盘是比较高的 可是你看到公车 已经快要被淹没了 然后大家民众 是穿着雨衣 带着雨具 一步一步要往前走 如果没被走 如果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被冲走 今天节目看到这个地方 你已经短短几分钟 把干跟热 热跟下雪 全部都看完了 所有能够形容气候的 都在同一个瞬间 全部发生 对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这一题很有感触 印度开始热了 然后现在来讲台湾台北也非常的热 这是他们的一个部长 这个交通部部长 你看他的状况 其实我们再仔细看一次 从头把他放下来 他现在坐在那边 你看他好像 他的眼神有点不对 对 他就是已经是太热中暑的情况之下 然后差点帮下去之后呢 旁边水果把他给带过来 他讲说到底什么情况 你去出席一个会议 你会热到中暑 因为现在印度来讲 热让来袭 50度 50度 我们在台北 我们这两天都已经受不了了 连出门都觉得要有勇气 才敢出去 但是呢 竟然热到50度 这个鹦鹉 他竟然是飞着飞着 直接被击落下来 被什么击落下来 被高温击落下来 他飞着飞着 就丢到地上了 因为他也热衰竭 然后呢 民众再给他一点水 一点水之后呢 他才挣扎的站起来 所以呢 你现在不管是天上飞着 地上爬着 太阳 这个热度 已经热到 大家都受不了了 我们给大家看到 另外一个国家在西班牙 西班牙遭逢被形容是 气候海啸 哇 这个形容太惊悚了 这个地方是哪里 度假小岛 结果呢 突然之间 大家旁边 为什么有很多的洋伞 跟这个椅子 大家在这边喝个咖啡 然后呢 看着海 应该很舒服的地方 一瞬间撞成一团 大家想说奇怪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海啸 没有地震怎么会有海啸 那就是因为你的气候 太极端的情况之下 出现了气温海啸 这个气象海啸的状况 就是说你温度 温差太大的时候呢 你会影响到 这一个海水 今天晚上 接下来节目 带您来看看 这都是真的吗 这么炎热的七月 民谷下起的七月雪 极端天气 跟幽灵一般的 自虐全球 难道在天神面前 美俄双巨头 现在统统都得低头了吗 没错 据想在此时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 在北部可能感觉到 天气非常非常炎热 可是你知道吗 全世界目前也是天后 都出现异常的这个状况 我们现在讲 这几天的时候 日本网友都在查一个什么字 叫做明谷屋七月雪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有人拍到说在七月十五号的时候 中午十分 在明谷屋车站这附近 居然监视器里面 拍到有一点点白雪花 这样的状况 你要说怎么可能会 七月怎么会下雪 对 七月雪 难道是有什么冤屈 没有处理吗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这边在飘雪之外 在一公里外 其实在下着这个暴雨 所以有人就推测说 这个其实不是雪 可能是冰雹的关系 因为会出现冰雹 表示说这个整个气候是处理的 非常不稳定的这个状况 好 那是日本的七月雪之后 我们再讲台湾这几天 屏东来了龙卷风 屏东的龙卷风 就像你看这画面 你看这是不是很恐怖 你看到怎么 挂到庙里面又来了 原本天气好好的 可是当地的这个村民就说 我注意眼睛看来 生眼睛看来 不要看这个这么大风 这个风是从什么时候 他们就看远远的地方 好像有一个龙卷风 慢慢的卷过来 卷过来之后 没想到就真的卷到他们这附近 可怕的地方 不是远远的在海上 他整个刮到庙里面 香炉都快站不住了 这个事后就有人说 前后大概有五分钟 我都找到我不知道 然后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这个什么全部都被翻的这个状况 然后全部都是所谓泥沙的这个景 你看就像你可以想到 这个风居然大到 把整个民宅的屋顶全部都掀翻 很多人就说这个真的是龙卷风吗 后来我们去问这个 相关气象局的人 气象局说这个还不到龙卷风 这样龙卷风可能比这个更恐怖 这个还没有到龙卷风 这个叫做漏斗云 漏斗云形成的时候 可能也是这种气流极端 不稳定的时候 然后他吹起来的时候 当时他如果中心的这个风速 大概可以到八级阵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真的人在其中 你可以感受到 那么大压力 那甚至还有视频 还有这个一个影片里面的说 妈妈想要出去看的时候 小孩子在那边说 妈妈你赶快进来 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你看从日本 跟从这个台湾的状况都告诉你 目前的天气真的是 相当相当的诡异 所以现在时间7月 大家拼到这个时候 拼什么 拼解封 全球买手防疫的时候才挪出手 回过神来赫然发现 天神怒了 对 好 因为天神怒了 所以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Carrie 也就是气候变迁大使 他去访问俄罗斯 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洛库就说 我们虽然我们在什么核武 他有说什么抗中议题 我们意见不一致 但是他们两个 气候变迁是跟核子武器一样重要 一样迫切的这个议题 所以气候变迁 难得让美俄双雄 都也低头了一个情形 今年2012年的7月极端的天后 不是只有我们屏东龙卷风 不是只有名鼓的七月雪 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暴雨跟热浪变成一个地球 两个世界 没错 我相信如果我们目前是 如果处于一个解封的状态 应该很多人会去德国玩 可是你知道现在德国是 遭遇到百年来 你看这是德国 遭遇到百年来最强震雨的 这个暴雨的这个来袭 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说是说 因为在这边有一个低气压 在这个地方长久的徘徊 就没想到在当地下起的这个暴雨 他们就说任何的这个观测站 撤到都是百年来难得一件 很多人都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 那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 因为雨下太多之后 导致莱茵河的非常多直流 完全就溃体之后 你看现在蔓延到整个 这个德国的中西部 全部都是一片洪灾 不只是德国 连比利时还有卢森堡 部分的地区也都是处于 这样水箱折果的这个状况 你知道目前已经大概约莫 有33个人死亡的这个状况 甚至还怎样 他们还动员相关的 你看他们相关的军队出动 军队出动的话就赶快去救人 包括说像军队出动这个军卡 那直升机也进行一个救 你看这就是直升机救援的一个状况 甚至救起来的时候 都问当地的民众 当地民众说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快的时间 过去虽然是有下雨 但是没有看到河流在这么短时间 就进行一个决体的这个情形 甚至在莱茵河西畔 有一个叫做哈士根 哈士根这个地方约莫有住18万人 他们就说这个地方 因为水淹的太多 他们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的状态 甚至因为我们要 你看这个很多消防队员出动 结果没想到不幸的事情 就是有两名的消防队员 因为这样的救难 而且溺斃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暴雨 暴雨对于整个德国周边几个国家 带来百年史诗级的灾难 一样是一场雨 一场乌云蔽日来看看 在北京 仿佛鬼遮掩一般 好可怕的场景 没错 暴雨不只在欧洲 暴雨也在北京 目前来说 中国北部来说 也遭遇到百年来难得的暴雨 你看就像你仔细看 那边一个树对不对 那又有一个人暴在那个地方 那个有一个人暴在那个地方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说糟糕 这个水太挤的时候 他没有地方去 你看甚至还有很多人 车被整个洪水冲走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人暴在树上 他要是没有暴在树上 动都不敢动 他不能走 他可能真的会被冲走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前一阵子 下了非常大的暴雨 下这个暴雨 民众就说什么 我看到那个山头在闪电雷鸣 白天的话 上班的时候好像是夜行的一个状况 甚至北京的两个国际机场 都因此而封闭 甚至北京当局来说 我们现在不要 我们不要一起去上班 我们见些性的去上班 因为整个大雨 完全打乱了所有民众的这个作息 乌云蔽日的情况之下 我上班再熟悉不过的一条路 犹如夜行 这形容多可怕 对 没错 你看这是北京的这个画面 好 除了北京之外 事实上连这个所谓四川 四川这个地方也在下暴雨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 在山东 就像你这样 山东 山东这个地方也是下大雨 洪水来袭之后 结果整个山东某些县市 完全大停电 在冰座这个地方大停电 大停电之后 因为他们有些电线杆 架在这个海水 这个海岩旁 原本是在算个制岩厂旁边 结果因为现在整个海水 都慢上来之后 你看这些工人 这些工人怎么办 因为他们为了要抢救 所有停电的所谓的用户 他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 在水里面你看 因为有些电线杆 甚至已经泡在水里面 他们只能够 就像他们形容说 我要游泳过去 然后才能够把他这个电线杆修好 他今天在这个电线杆 没有把他扶正之前 你真的不知道水到底 你看这个画面 我根本不知道下面水淹多深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现在整个不只是德国 现在整个中国的北部 中国的西南部 甚至是在山东省 都出现到非常多大水的情形 水漫地球 另外一个世界火烤炙烧的地域 在哪里 居然是在我们以为 应该相对凉爽的北美 比较高纬度的地方 变成如此这一般 就这样 事实上我们现在 我有很多朋友住在美国西部 他说现在整个美国西部 热到不行 甚至过去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这是什么 这是在美国西部的一个整个大火 因为为什么 当地有热浪来袭 从美国的这个 包括最北的西雅图的 包括说华盛顿州 在俄勒冈州 到加州 全部整个西岸都非常非常热 甚至因为热浪来袭 60座的山区 完全野火一片 甚至有一个大峡谷 这么大的土地 全部都在燃烧的一个状况 不只是整个美国地方 连北一点点的加拿大也是一样 你可以想象到吗 这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居然温度飙到49.6度 如何把加拿大 跟50度的高温联想在一起 对 然后有233个人乖温住室 因为他们在当地 我们必须讲 在加拿大的北边的时候 很多住宅 他根本没有装冷气 也没有电风扇 所以他们现在全美国的西部 跟加拿大民众 大家都去抢电风扇 去卖藏墙 还有抢冷气 要么就是旅馆去吹冷气 所以现在整个北美的 处在一片非常热的情况 非常热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 有一家企业他散尽了责任 散尽什么责任 这就是在亚马逊 亚马逊他位在西雅图 军想你知道西雅图现在 我们过去去西雅图 你的印象就是 他这个气候很凉爽 20几度 夏天再热 不会高过30度 军想他现在西雅图居然 42.6度 天啊 这个是10世纪的灾难 对 这么热怎么办 于是他们就说 很多民众没办法避暑 我们开放 我们在西雅图的总部 给民众避暑 这个西雅图 这个西雅图 你看我们就看 这是他总部 他总部其实是一个热带雨林 长期温度都保持在 约末是22度左右 里面云雾缭绕 还有水汽在那个地方 里面有4万株的植物 然后横跨五大洲 他从全世界搜罗而来的 各式各样的树种 所以是从现在我们看到这段画面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看到的 好像我们已经进到了球的中间 太神奇了 在西雅图总部亚马逊 找到了亚马逊 另外一座在北美 长出来的亚马逊丛林 对 没错 你没有办法去亚马逊的 真实的亚马逊的丛林 你可以在人造亚马逊的丛林里面 那些民众都完全躲在这个地方 看到亚马逊总部的 这三颗亚马逊球 里面的热带丛林 居然变成这一波 是 热让当中的诺亚方舟 好 除了这个莫雅方舟 你可以去之外 你看很多人就说 天气这么热 我去海边 可是就像你现在去海边的时候 加拿大跟北美海边 你会闻到一个鱼腥味 为什么有那么浓的鱼腥味 为什么 因为温度太高 热让导致整个海水温度太高之后 你现在去加拿大 或是去北美的海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海边一大堆贝类 鱼类 还有所有蛤蜊 完全都死掉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这不是我们 这不是造假 它真的是太热 太热之后 导致它整个完全被烤死烤熟 都开了 你可以看 全开了 你就是温度太高 你就知道 你看那种贝类就是温度太高之后 它就会开开 你看现在你只要去岸边的时候 大量的所有的 你看这种所谓的宜贝 全部都死掉 他们就所有预估 大概在加拿大这一带的 这个所谓的海岸 现在已经变成是生物坟场 它这个地方约莫 超过10亿只以上的海 海生物都死在这边 有贝类 鱼类 各式各样的物种 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死掉了 甚至你看还有什么 美国的水产公司 它原本就在海边那边种植 这一次养殖的时候 他说这次真的沉溼溼 因为他养的蛤蜊 完全都被汁热的阳光烤烤烤烤 烤了之后 你看完全开了 开了 你看完全都开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完全都是开了 它原本想要大赚一笔 直接就地就被煮熟了 完全都是煮熟了一个状况 因为水 连水也没有了 我们讲贝类 海鲜或是龟鱼 它本来就比较不耐热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沙漠 沙漠里面大家都要用什么 骆驼 骆驼照理说是很能够耐热 可是你知道这一波的热让热到什么 连沙漠之洲骆驼它都受不了 它不是最耐热最耐干的吗 但是实在太热 这是在北非 在阿尔及利亚这一带 因为有一个民众他开车 开车开车经过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路边 有一只骆驼在这个地方 他想说这个骆驼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当地的温度已经来到了摄氏60度 你可以想到这是一个 60度 你可以想到是个什么样的温度 因为太热的时候 相关的开车司机可能认为说 他可能是因为太热的关系 所以他好心的停下车来之后 喂水给他 就没想到你知道这只骆驼 真的马上就把这个水喝光光 所以也就是说他喝完水之后 他就比较有精神 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太热的关系 就被曝曬到缺水可能脱水 然后就晕在这边 那起码这个路人或是这个司机 好心的救了他 然后你看从以上的故事告诉是什么 现在全世界真的在面临一个 所谓的生态浩劫 气温变迁的这个状况 这其实是除了疫情之外 大家要非常关心的一个 未来重要的命题 所以中博到我们看到 极端天气变成宫殿的极端威胁了 观众你看看这个画面 从来没见过在南投的高丽菜 居然这种片被冰雹砸到脆狗狗 种一辈子的农民之乎 没见过 就怀念说哇 这一下要去做乞丐啊 当地的高丽菜农就讲 他说我在这里三十多年种高丽菜 一辈子每月就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当时的这个我们说的冰雹雨 是突如其来 说来就来就下的 那个民众讲 那个农夫讲 他说我本来之前一刻还以为说 我今年可以有个好收成 因为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成 砰砰一下下下来 大概差不多像珍珠大小 它几公分大像弹珠一样 他说那没关系 我们知道热队流旺盛下冰雹 这很正常 但他们觉得可能已经忍一下就过去了 没有停就一直下 就打到我们甘主持人所说的 这个高丽菜农会打到这样碎乎乎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农夫讲说 看了很心疼 我今年要做起盖 今年要做起盖 其实我知道他们这些都是在 等于说自己在自嘲 可是其实这些损失 你根本是突如其来始料未及 那讲到这样的一个暴雨 讲到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 我把镜头移到中国的浙江 浙江呢 你知道其实他们有一个 一千八百多年的古城墙 这水瓶门的 十秒被毁 你看这个电视机画面 观众朋友 我们等一下如果再播一次 你可以数数看 就真的十秒 左边 当然我讲的这个水瓶门 不是全毁了 就毁一部分的 你看 轰来一下 嘣 左边整个垮 我给你看这个 后来去拍了彩色的照片 看了真的很心疼 他4A级景区 他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他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都石头叠出来的吗 对就暴雨 他东汉末年的时候是用土盖的 然后唐朝的时候 用砖网就把它加强 就下一些长雨 对啊 他是他们中国国家级的这个古迹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6月25号下午6点的时候 就发布了红色警报 暴雨红色警报 可是没有想到 以前这个古迹都没事 但是这次 因为他是浙江渠州 最完整的一个城门了 但现在也不完整了 才10秒 好 那讲到浙江 还有另外就是他们的杭州 杭州有西湖 附近还有千岛湖 先来看西湖 西湖就右边那个照片了 好 这边看到有人在钓鱼 那看起来很平静啊 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镜头开始往右边 移了 在泄洪 然后泄洪不是有很多那个鱼吗 就随着那个上面泄洪下来的水 在那边哔哩啪啪啪的跳 这个画面看起来 你没有说觉得很震撼 但是其实西湖当地的人讲 我们好久没泄洪啊 他们不是常泄洪哦 九大出水口 齐开泄洪 另外镜头 看另外一个我们该讲的 新安江水库就是千岛湖 它也是 它是九水道 也是齐开泄洪 就是因为连日来的暴雨 已经导致当地 这个水坝的水 如果你不赶快泄的话 那很可能会溃坝 可能下游的人到时候 会全部都因为这个迅而倒霉 好那讲到这个 各地狂泄洪 泄洪时机 也是一门学问 你知道吗 我们把镜头 带到广西 广西呢 他们的这个新安县 荣江镇 是他们的葡萄之乡 好那葡萄之乡 我们就去看葡萄嘛 那你们觉得 这葡萄怎么怪怪的 这么灰色的颜色 而且这样的葡萄 感觉你怎么会是葡萄之乡 原来葡萄农讲 这葡萄是被水淹过啊 你去看 观众朋友数一下 这么高是可以淹多高 淹成这样 没错 你去数一下 你从他站的地方 一直往葡萄架上去 是不是至少两公尺 对啊 那怎么会被淹成这样呢 哪来的水 广西从月中 六月中就出现了暴雨 一直下到现在 所以呢 当地上面的这个水坝呢 他们就泄洪 泄洪之后呢 下面我们讲 会泛滥成灾 结果我播一个画面 另外一个画面给大家看 说葡萄很惨 农民心生也很惨 就是去找领导理论 领导我问你 你为什么晚不泄洪 早不泄洪 你一定要到警戒线 你才泄洪 那你这样一次泄 你为什么不平常 宣泄一点 那你这样一次泄 我们当然会淹水啊 无预警的泄洪 让我连要抢收都来不及 不过领导有解释 他说如果我提早泄洪 那可能就会浪费水资源 到时候你们可能会无水可用 那我晚泄洪 就可能会变成说 你们是葡萄园的损失 那领导最后的结论是说 反制这种说来就来的暴雨 也可能只能请你们体谅 藉由你们的损失 至少保住水坝的水资源 惊悚啊 观众朋友 1800年的古城 红红的一声十秒钟 不见了 这就是极端天气 中部来告诉我们 在热穷罩顶 越来越热 只有更热的情况之下 还要上演怎么样的一个 极端天气下的极端惨案呢 我们晓得奥运即将在法国举办 我们就把镜头带到法国去 有一个人呢 他在月台等火车 结果呢 他说奇怪 前一刻还要好好的 怎么这一刻变成 你看 感觉 这个空荡荡的月台 就只剩他一人 因为其他人都躲起来了 你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躲在那边 一个瞬间 一个瞬间 就我们讲的 一个move 他就遇到狂风暴雨 结果呢 你有听到那个 还有那种 那个雨水打在那个水泥月台 还有这种声音 很恐怖啊 还有那个风声 然后呢 他边拍其他边尖叫 他尖叫 他讲法语 我翻给大厅 他说天哪 这是我经历过最猛烈的风暴了 好 那我问各位啊 你说突然 这个雨 雨是暴雨 冰雹雨 突然说来就来 我觉得这个 你说地大物博的地方 才有可能吧 西班牙马德里 城市耶 市区耶 你看看 那个冰雹 下下来比我们刚才那个南投 冰雹又更大 直径三分分以上 就我们讲了 可能一个钱币大 有谁听到声音吗 电力声 电力声 这个不是雨滴耶 砸了会出人命的冰雹啊 我觉得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毛主耸然 电力声就打在铁上面啊 然后镜头马上 软映进去让你看到啊 你知道这个在马德里市区 那马德里市人家的这个很热闹的城市啊 那三分的冰雹从天而降 而且你再往前看那个洪水在泄流 顺着那个坡道下去 好可怕啊 报告主持人 你知道那洪水更可怕在哪吗 那冰雹它一直下 它又不停 就变成冰雹加雨水 变冰雹河混在一起 结果呢 就看到很多车子就开始在滑啦 就变成在那像飘飘飘飘飘 河变飘飘车了 这马德里还更恐怖的是什么 不只下冰雹 它温度还骤降 也是说来说来 本来鲜渠客三十几度 后一刻变十九度 哇 直接可以腰斩 是 这个情况之下 好像有一个人开关 冰雹说来就来 温度说降就降 是 这么极端 那结果犹达说 也出现类似的状况 所以有一个人呢 他就想要 突然想要去游湖啊 游鲍威尔湖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天气不错你才会去游湖嘛 结果没想到 他一开出去之后 他觉得怪怪的 他觉得怎么 怎么现在是怎么样 突然进入平行时空吗 你看那个湖水 砸成这个样子 对啊 他感觉他进入了天气的黑洞 突然前一刻是晴朗 后一刻就下冰雹 这冰雹超大的 因为那整个我们讲 鲍威尔湖的湖面湖水 全部都弄得好像有雨在跳一样 他这个时候呢 他边拍 他说他拍是抱着生命危险拍 因为他随时都 因为他没有防备 他随时都可能会被冰雹 砸到受伤 好 那讲到受伤 讲到准备 这个明尼苏达州的水坝 它叫做拉皮丹水坝 他附近因为这个暴雨 已经下快一个月了 他的情况越来越惨了 就惨到被这个民众捕捉到说 有一个房子就在这个泄洪的过程 整个地基不稳 地基被掏空 然后房子瞬间倒塌 这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哇 下来了 就这一刻 就这一刻 好 所以我们只能说 地球人要爱惜地球 不要被极端气候给反噬 今天是夏至 什么意思呢 是一年当中太阳最大 也是最炙烈的一天 能热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给大家来看到今天 震惊的一个消息 180万人卖家朝圣 居然热死了上千人 而人数还在增加当中 水蒸火热 还有这个地方 好山好水的桂林 30年一遇的洪水来袭 居然成了桂林淹水假天下了 这么要命的极端天气 正在攻陷全球啊 对 俊阳哥讲到了一句重点 桂林山水假天下 可是这句话要换成了什么呢 桂林淹水假天下 你看这个画面 这个宝塔非常的有代表性 是游客去一定要的打卡景点 可是你看下面 淹了两层楼高啊 所以你要自高点来拍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一片都是汪洋 最可怕的件事情是说 这个梨江暴涨 暴涨之后呢 它不是越过堤防而已 它暴涨超过水位三公尺 三公尺什么概念 就是一层楼 你想想看全线的 啪个淹过去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除了高架桥 除了二楼以上 全部都在洪水里面 那你说这个时候 大家怎么办 如果你家里要办喜事 那更是完蛋 办喜事 大家要看日 看喜 你看了这个日子 这个时刻就是要到的 怎么办 水淹出来之后 后面那个是鸭巴 爸爸去借了一艘小船 然后呢 开始往前推 可是呢 再怎么推 感觉上都推不过去 最后看到了消防车 要过去的时候 拜托拜托 救救我们 我们现在要赶的是一个 即时即刻 所以呢 最后竟然是请消防车 把它给带上去 才去完成它的终身大事 但你说到底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怎么办呢 在这个地方桂林车站 过去来讲 你要当一个车站 你一定要怎么 电高 然后加强排水 因为如果你的车辆 叼掐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电高 有电高了 有没有加强排水 有加强了 花了上千亿人民币的基建 大家想说 那你应该是特懂啊 没想到 一阵的大雨 一阵的洪水之后呢 一样叼掐 所以现在整个状况来讲的话 你外面的这个等候庭 还有桂林站里面的候车庭 全部都是在水箱泽国里面 所以你现在看到 在烟的基础是半层楼这么深 里面已经灼成一片 换句话说 今天我如果在桂林车站 我在等列车 列车只能过站不停 为什么 我的旅客根本进不来 买不了票 进不了月台 我只好过站不停了 没错 可是呢 这道桂林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了解 但最多最多 我就是不去了 上不了车 我就是不去了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淹水的不只是桂林车站 还有桂林的医院 那怎么办 你不去看医生 那你去其他地方也很辛苦 如果你是已经住院的民众 怎么办 你看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因为淹水 淹到最后 大家没办法 你这些病床 你要把它推开之后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 前面两个护理师 后面两个家属 一起推 因为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所有的电全部断掉 大家就想说 你在医院有不断电系统 你怎么会突然就断了 那断了的话 很多ICU的病房怎么办 所以就赶快来紧急转移 大家说这个东西来说 已经不是一般的医院停电 像不像乌合战争 紧急的一个后送移转 所以大家就怀疑说 你基建又不行 然后呢 你这个不断电系统又不行 所以一个这个大淹水之后 现在来说的话 好像很多的问题全部因为这个淹水就浮现出来 好像讲到的 怎么这么久了 那个广达四五百公里的紫一片的云雨带 还照在两广地区 上个礼拜再讲广东 这个礼拜讲广西 有完没完 你要知道哦 桂林这个地方 它是非常重点的旅游地带 没错 来这个地方 要寻这些古城 要找这些以前感受到那种古老的味道 现在都因为这一场洪灾变了掉了 现在来说的话 桂林有很多的一个景点 都是百年的历史 那个百年的历史过去来说的话 你都是一个一个去看嘛 现在来讲有人说 这里变成什么 威尼斯了 你要看这些景点 你得搭船去看啊 而且呢 你要是划船来逛古迹 可是呢 那大家来想的话 你光这个外面淹成这样 你一个饭店 你晚上走到头树饭店吧 饭店其实也是下雨 然后我们就说 外面我去看这个塔 里面变成水帘洞了 你这个要怎么来住 你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一边下雨 一边大太阳 在河南这个地方 现在来讲是40度的高温 而且40度高温不是一天两天 十几天 这是外面的一个状况 刚刚看到的就是外面的地砖 直接炸开了 还有这个轮胎就直接融化了 很多人就说 现在来讲所有东西全部罢工啊 这个是消防队员 消防队员其实也受不了 之后赶快拼命灌水 更可怕的是说 还有一支影片 他在里面去看你的体感温度 三十几度 到外面去的时候呢 直接爆表 这个小哥告诉大家说 河南有多可怕 天然的口罩 他只是一个上午去外面工作 去外送之后呢 你回来 把这个口罩拿下来 这个小姐也是 全部都有个口罩痕 在过去大家讲说 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而且还没有结束 要热到什么时候 桂林要下雨下到什么时候 好像还没一个准 好 我们要告诉大家 现在河南是热到 晒到那个程度 更可怕的画面 我们告诉大家 晒棉被吧 晒得香香的 酥酥的 棉被居然晒到起火 对 其实每次台北 如果只要有出太阳 大家赶快要棉被弄一弄 拿到顶楼去晒 这个时候他们也是晒棉被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说 它是放在栏杆上面 所以铁栏杆的这个好像温度太高了 整个就烧起来了 幸好赶快有一个义勇大队 爬上去把他给棉被给拉下来 如果一路烧的话 最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他棉被的后面有阳台 阳台上面还有晾衣服 如果一路烧的话 你是不是整个房子就烧起来了 那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卖家 卖家以慕斯汀来讲的话 你要去卖家朝圣 这是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 可是过去来说的话 像这一个围着这个天房 然后绕行 他们是这个穆斯林 他们最大最大的一个愿望 问题是费用越来越贵 这个不是你说要去就可以去 你要去登记 登记你要缴费 过去五六万 现在来讲大概要十万十一万 所以有很多的人就说 可是我没有钱 但我身为穆斯林 我是不是一定要去 可是你有登记的人 他有什么冷气的棚子 因为你有登记 我知道人数嘛 可是当没有棚子 棚子不够 我只能露天吗 对露天的时候就是晒死 你知道这个状况是什么 有上千人是活活被热死 所以很多人就贪卵在地上 紧急赶快拿一些水给他 可是很多人就救不回来 救不回来的情况之下 可怕的画面就出现了 你要去朝圣 你要去禁圣 当然竟然变成尸体堆满车 现在来讲 已经有将近上千人的一个死亡 所以这个状况来说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是很不舍 还能热到什么程度 再来看印度 印度也是这个时间点热到一个不像话 你来看看 这个铁轨 硬邦邦的刚才的铁轨 居然可以扭曲热到弯掉了 过去来讲的话 印度的火车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大家记不记得 每次印度火车经过的时候 有时候过站不停 但是大家还是爬上去 现在来说的话 看的不是火车了 是铁轨 原本应该是这样两条线笔直的 结果现在讲温度太高了 因为温度爆了50度 所以它的火铁轨就变形了 变形来讲 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温度太高变形的时候呢 铁轨会抓了枕木 枕木会爆起来 爆起来之后呢 就算你紧急把这个铁轨弄完之后 你下面的底座是不稳的 如果真的有火车来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很多印度人不喜欢买票 他就跳上去 这时候你用过重的情况之下 这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印度真的是连续破50度的高温 好几天了 现在来说的话 有水车 水车开到社区里面去 大家就是抢了去用水 这个画面像不像 又是之前那个火车经过 大家就攀爬上去 很多人不小心摔了下来 可是现在 他们在抢水啊 抢水 现在不管了 因为这些水车来的水 并不是说源源不绝的 今天来一辆 搞不好过几天之后才来一辆 所以大家就是拼命抢啊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不到水车怎么办 你总是有河流嘛 很多人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 就直接跳到河里面 结果这个警察 竟然以为是有人 是不是溺斃在河里面 就把他拉起来 结果拉着拉着 吓死了 没事了 我只是因为天气太冷 我在泡个水 我太热了 到这边冲凉 对是天气太热了 所以大家来讲的话 这个温度真的是让人家受不了 好 你现在看到的是在南亚的印度 观众朋友 我刚一开始 形容整个极端天气 是一寸一寸的土地 啃咬我们整个地表 你来看看 意大利 哇 这样子一个山洪爆发 你如果坐在这个里面 你真的会担心 下一秒 你会不会没命啊 对 意大利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餐厅 山洪爆发 其实前面已经有做一些测试了 所以店里面想说应该没有问题吧 但是前面的这个挡水的设施 一层一层就被突破 最后就直接冲了进来 幸好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员 没有餐厅 餐厅里面没有顾客 可是冲进来之后呢 大家就吓坏了 因为欧洲很多都是这种百年的老店 如果这种比较现代化的都挡不了之后 你看直接 砰 整个就冲了进来 如果那些其他百年的那些老店 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除了意大利被冲完之后 这个餐厅被冲完 这个也变成 街道变成冰河 所以来说的话 现在来讲 在这个极端气候里面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中国 不管你在意大利 不管你在卖家 这个都是冰宝变成的一个冰河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白色的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水花 那个是一颗一颗的冰宝 这是一颗一颗的冰宝 然后呢 大家真的是开车 像在行船一样 浪尖过去 就想要逃兵了 我们知道 会下冰雹的地方 一定是在那个 很剧烈的对流的情况之下 他会下几颗冰雹 要多少冰雹 多少的一个斜度的配合之下 会流成这一条冰雹河 没错 俊阳哥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现在讲 极端气候 热的时候急热 冷的时候急冷 在一个极端对流的情况之下 冰雹就下来 你觉得就意大利有吗 法国也是暴雨成灾 街道已经变成泥流了 而且还有很多的民众 是直接被卷走 你看这个画面 但是呢 你看到后面的时候 你会吓死 因为后面这个泥流 整个下来之后呢 大家已经拍不到它了 不知道人被冲到哪里去 那你说这个情况之下 还能够维续几天 其实很考验每个城市 但这些状况来讲的话 对欧洲来讲 很多百年的古城 其实它的排水 跟它的地下水道 观众朋友 超级夏天 从今天开始 真的已经来了 就更不能一分一秒 没有电不开冷气 这个超级夏天 已经到处造成了灾情 你看看这个在法国 热到冰川融化 洪水几乎要灭村 而在中国 我们看到洞庭湖水暴涨 一群几乎灭顶的迷路 游啊游 游了两公里 狂奔进市区 没命地往前逃 马老师告诉我们 这个沸腾的夏天 要怎么渡过 热热热 太阳是滚烫的 各位观众 一定要注意防晒防重 好 专家讲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台湾 从今天开始 超级夏天 超级夏天 各位专家用的是 超级夏天 是 那今天跟明天 是本周最热的两天 注意光大台北 就可能38度 我告诉各位 六月本来是 还算凉爽的月 到今天六月 已经有超过400人 这个热中暑 送医了 六月38度 对 38度 第二个 专家又讲了 今年夏天 将会是世界上 有史来 最滚烫的夏天 这么热 热热热 它的结果是什么 很多一定说 干旱 热就是干旱 其实还有一个 太热会造成洪水 太热会造成洪水 为什么 所以干旱跟洪水 天灾交错而来 各位你看看 六月这么热 造成了什么洪水 第一个 我跟大家看这个 法国拉贝拉德村庄 这一洪水 各位看 这个洪水像是用倒的 而且注意哦 是突然而来 啪一下突然而来冲下来 把整个村庄 几乎要灭掉了 老师我问你 这个地方哪来 一下子这么多水 它有下过大雨吗 我告诉你 冰川融化 因为太热了 热到融化了 其实哦 你们如果有看到 那个远镜头 是 上面的山头 还是白雪 上面覆盖的白雪 是 冰川融化 各位看 二十万立方公尺的水 哗一下 就这样冲下来了 不可 整个村庄 是 都几乎没 你看这个水多可怕 千军万马之势 这种奔沉 请械而下 对 好 洪水不但将土石的基地 给冲垮 车辆 你看 哇 看到没有 冲走了 而且这个是瞬间的 是 它等于是 不是像下雨 它慢慢慢慢慢慢累积 对 它是用冰川融化 那个水倒下来 瞬间这样冲过去 好了 这是冰川融化 瑞士 因为冷热交替 冷热交替后 它下大雨 下大雨 它一小时就降下 一百六十毫米 看这个 土石流 这个是 这样灌下来的 这是土石流 而且不要以为一点 各位看 它是圆圆滚滚的而来 从山沟夹在了巨石 看到没有 好像无止无边 而且因为你今天看影片 听不到声音 这个声音是很恐怖的 你要知道 瑞士是我们觉得 全世界最宜人居住的地方 你讲对了 这在阿尔卑斯山 这是瑞士 这个休闲观光旅游 最盛的地方 那它因为洪水 强降雨 三十年 才会在一小时 降一百三十公里 各位看 这个像多可怕 像不像世界末日 我都要跟你讲 比这个还世界末日 还有比这个 更可怕的地方 这个已经更恐怕了 比这个更恐怕 世界末日 我等于一定要跟大家讲 好 我们刚刚讲欧洲 讲了瑞士 讲了法国 现在我们跳过来 讲美洲 美洲我们就讲美国 美国的中西部 也是连日洪灾 最可怕就是 注意看 这是明尼苏达州的水库 水库水坝 这个水坝现在已经受伤了 已经受伤了 它是 出来是会提吗 我告诉你 不是 它的这一边 注意看 这一边已经受伤了 来 如果倒不好看 就是它的 冲出了一个破口了 如果你这样看它 就这边 你有个破口了 对 现在 很害怕 它 这个破口 注意看 这里有个破口 看到没有 它如果水坝整个 垮的话 对 那我跟你讲 不可得的 天大的灾难 那 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美国真正的人间地域 是 南达科达州 南达科达州什么 暴雨 冰雹跟棒球一样的冰雹 然后 160公里时速的 这个 这个 飓风 在那边冲袭 复合式的灾难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所以你看 它这是一个铁路桥 是 给铁路 给火车走的 冲断了 已经整个冲断了 而且我告诉你 这铁路桥还形成一个水坝 你看 有水位的 是 插的 它从这个地方缺口出去 你不要看到 它已经变成一个烟塞壶一样了 它整个爆下去 下游还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我刚刚讲了 它有这个冰雹 对 棒球大一样冰雹 是 就奇怪 冰雹 冰雹打下来 注意哦 冰雹流 你有看过冰雹流吗 这什么画面啊 这都是冰雹 这好像熔江一样耶 对 白白的都是冰雹 哇 冰雹打下去之后 居然慢慢融化 冰雹成为冰雹流 各位 这世界奇观哦 你没有见过冰雹流 我们看过土石流 刚刚看过了 对不对 这个白白的全是冰雹 冰雹流 哇一下 这简直是连美国人 都没见过的 非常剧烈的对流 造成了冰雹流啊 好 我们讲完了欧洲 讲完了美洲 是 回到亚洲 是 那亚洲我们也挑 最大来讲 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出现一个奇景 米鹿 六十头米鹿 是 在窦庭湖上漂流 注意它的油 就这个冒出头的 这一个一个的 你不要以为 他一直看到这一段 对不对 对 他因为湖水上涨 他来不及走 他在这个水里面 游了两公里 游了两公里 是 游了两公里 上岸之后惊慌失措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冲到岳阳城里面去 他吓坏了 在街道上狂奔 他吓坏了 吓坏了 因为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突然间 动停湖 水位 啪一下上涨 他居住地方已经没有了 他找不到居住地方了 游不过两公里 他就要被淹死在洞庭湖了 对 所以你看 他游了两公里上岸 是 惊慌失措 跑进岳阳的街道上 狂奔 是 那究竟 除了米露之外 马老师 大陆的水灾到底有多严重 我给你看一个说实说影 来 大家看 这是一个别墅区 是 注意哦 它是完全干的 它本来是干的 完全没水 你还可以看到这边的道路 对 这边的道路 是 这边有一个平原 对 美丽的清清脆脆的平原 对 非常非常美丽 是 水一来 淹一层 你觉得OK吗 对 淹两层 淹三层 淹四层 涨那么快啊 我告诉你 涨到围墙看不到 大门看到一点点头 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到 两个灯还亮在里面 哦 大门的灯啊 就水里面 这两个灯还开 所以水里面就看到两盏 孤零零的黄昏灯在那边 你就知道 这个水淹得多么的可怕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武器爆新闻团队 我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